谢谢各位的掌声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论坛现场 其实我知道今天很多的人都对我们本次的论坛充满了期待 因为现场的每一位嘉宾都是我们从全国各地特别邀请到现场的各个行业的顶尖的领军者 我们今天的论坛设在了上海 此刻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我们将会在这里共同来探讨的话题是如何提升企业家的影响力 其实在我身旁的这几位企业家 大家对他们一定都非常非常的熟悉 我们一一的来认识一下他们好不好 来我们中世话的董事长傅承玉先生 中远集团的董事长魏家福先生 中国旅业公司的总经理熊维平先生 接下来认识一下我右手册的这几位优秀的企业家 他们是中国工商银行的董事长江建青先生 中良集团的董事长宁高宁先生 吉利集团董事长李舒福先生 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甘先生 谢谢各位的到来 在座的各位在您的认识当中 企业家的影响力到底指的是什么 从我自身的这个企业来说 我非常关注的或者是三个方面 第一是战略 就是决定要我们跟我们的一个团队 这个一起研究 最后决定这个一个企业发展的方向 当然这里面包括知识 所以这是战略是至关重要的 方向绝对不能错 那么第二个呢 作为我们这一个行业 银行非常重要的是风险 你作为企业家 你就想带领你的团队 驾驶着一个万凳巨人在海上航行一样 刚才这个方面我们的卫总非常有经验 就是你应该知道在你的前面 有什么样的环境 有什么样的惊涛骇浪 有什么样的礁石 你要避开所有的风险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船长 你甚至能够从海风里面 闻到风险的这项来历 那么我觉得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人才 因为只有人才才能保证 企业的持续的发展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认为 江总还是太保守了一点 因为对于一家优秀的企业来说 如果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企业家 他其实是可以加分的 我和我的团队对中旅的影响力 在国际金融危机最艰难的那段时间 已经经受了考验 也经受了检验 因为突破而来的金融危机呢 让中旅公司一夜之间 从中央企业领利大幅之一 变成了最亏损的中央企业 我们各级领导带头江星 24万人过苦日过井日子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扭亏为盈 2010年从亏损70亿到盈利30亿 危机危机 发为可乘机 但是你失机就成为 我认为企业家的影响力 就是leadership 领导力 为什么英文叫leadership leadership就是领导力 ship就是船或舰 加在一起leadership就是旗舰 当一个舰队出海 所有军舰必须听从旗舰的指挥 总司令一定在旗舰 这就叫权威 那么一个企业家 如果没有这个决定的权威 像Captain Aldo一样 你怎么能把你的企业带上世界去 这就叫做领导力 我们现在处于市场经济 在市场的竞争 有和政府打交道 有和商界打交道 有和反对我们的人打交道 所以公共外交 是我们CEO必须具备的能力 美国反恐 十年前制定的反恐法 把中国政府支持 我说我保证 绝不把任何恐怖分子 坐我的船来攻进美国 结果十年下去了 没有发生一起事件 从美国全美港口警察委员会 做个决定 给我授予 Honorable Chief Commander of U.S. Police with 4-star ranking 四星期的荣誉 警察总司令 我就走进 哈佛大学演讲 走进 华盛顿时报 去 接受采访 走进 美国国家新闻剧络部 第四圈中 发表演讲 所以朋友们 不一定花钱做广告 走进媒体 想这样的情况 就是宣传中央企业 宣传我们的国有经济 谢谢 看得出来啊 要提升自己企业家的影响力 是要抓住任何一次机会的 来 我们看看 副总这儿 有没有什么样的 不同的心得 作为一个企业领导者 如果你不能影响你这个企业 不能带领你这个团队 你的管理团队 你不能影响他 你没办法带好这个企业 我们特别强调走出去的时候 我们中国的很多文化 是优秀的文化 但是到对外了以后 不一定是优秀了 谦虚已经不是优秀的品质了 如果在对外的时候 我们要实事求是 在对外的时候 过度的谦虚会怎么样 我举个例子 我们在对外合作的 外国人他 比如说你来这个建功实习 他说我会干 他会说我是非常好 中国人说我还可以吧 总不会过分的描述自己的能力 所以你在对外招工的时候 他绝对不要你 肯定失去机会 肯定失去机会 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说 你对某件事 你不一定狠情 但是你呢 愿意去为他奋斗的时候 你的热情和那种忠诚度 要体现出来 我们在国际舞台上 刚才魏总讲的 其实你就要到国际舞台上去说去 我们做的东西 尽管有些地方还没有做到 这是跟我们发展阶段有关 和我们不想做没关 我们就要做到了 更要说出去 所以我觉得呢 第一是信心 第二呢 我们对 我们这种 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企业 你更要坚定信心 不仅要把它搞好 让国人喜欢 而且让外国人敬佩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宁总 如果你说影响力 你是一把手 那肯定有影响力嘛 对 这是一个组织影响力 这不是个人的一个所谓的 你的思想的 你的理论的 或者你的业绩影响力 像什么 我说这个所谓影响力 从企业内部来讲 确实刚才像那个 我们行长说的一样 它是要通过一个团队 传递出去 那您觉得影响力是什么 我觉得影响力呢 主要是思想力 梁总 如果仅仅从财富的角度 很多人都知道 哎呀 五百亿的身家 您是首富了 这个时候影响力自然不在话下 如果您问到我这个 五百亿的身家的 这个首富的这么一个身份的话呢 我要跟大家查一句话 在城区的最多 只能算一个娱乐新闻 因为它首先是它不经事 第二个呢 它具具实实给我带来了很多的 并不甜蜜的烦恼 企业家的影响力 跟财富没有关系 没有 绝对没有关系 您认为没有关系 你看我们这个国有企业家 他的个人财富很小吧 但是影响力都很大 那个朝不思存 那就没有当过首富 我认为企业家的影响力 不在于他应有多少 而在于他创造了多少 改变了多少 像我们出证要 奉献了多少 是吧 所以这个 我认为这个企业家的影响力 主要还在于他的贡献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成为了世界经济舞台上焦点的时候 领导这些中国企业的企业家 是不是也应该更多的为世界所关注 我看到了一个数据 到2012年6月份的时候 我们中国进入到世界500强的企业 已经多达73家 在这73家的企业当中 是不是每一个企业的领导人 都像乔布斯或者是比尔盖茨 这样让大家耳熟能详 我觉得不见得 有一个调查 你觉得国外的企业家的影响力 可以打多少分 国内企业家的影响力 打多少分 我们来看看这个数字 中国企业家的得分是66.3分 国外企业家的得分是74.5分 这中间有8分的差距 你们觉得在这个差距当中 最明显的一点是什么 我觉得非常大的差别 实际上在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别 中国的文化比较强调集体主义 而西方的文化 它比较突出个人主义 这一种的文化的潜移默化 我觉得是对造成中西方企业家的 大家这种评价的差别的主要原因 中国这种文化 这是不利于走出去的 我在国外招聘 我在新加坡当总裁 招聘一个总裁助理 来了96个报名者 哪一个都给我讲 你这个职务 我完全胜任 没有说 哎呦我试试看 我还得不行啊 你这种谦虚谁要你呢 所以这种文化要改变 要适应走出去的大格局 要主动的代表中国 代表中国的企业 代表我们中央企业 去展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人才涌进国际的这个潮流 我觉得我们心思要放在企业上 只要对企业好的 别的都应该放弃 对企业好就会对国家好 别的 我说企业做不好 你在想别的 没用 如果我们一个企业 在社会上被认可了 在行业上被认可了 在国外被认可了 我相信中央一定会认可 谢谢 我觉得可能最主要的是 引领这个行业能力吧 就创新性的 引领这个行业 某种程度上改变了 这个行业的这个能力 不够的 那么中国企业 虽然规模 也慢慢也不小了 那么但是在这个整个的 说是引领了某种科技的 这个新产品的行业转变的 这种能提升能力 还是不够的 再一个我觉得中国企业家 参与这个国际活动的能力 次数比较少 那么基本上 比方说真正的 所谓的社团性的 这种所谓研讨性的 或者是这种 不管什么 这种会议性的东西吧 还是比较少 因为发言的也比较少 那么去的也比较少 深入讨论也比较少 那么我们的数字呢 我们只是体现了一个数字上 那么让大家感受不到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中国协下真正往外走的话 当然这个包括我们 从国家的政策来说 现在比方出国 批呀 参与什么会议行不行啊 搞个独立董事不同意啊 反正很有这种事情 那就限制了这个范围了 这样往外走 一定要给他们说 给他们一个国际企业家 说国际企业的这种 经营的基本的社交环节 这样才可以 企业家的作用 到底可以发挥到多大 这些年我们中国 越来越多的企业 在走向海外 有一个数字告诉我们 在最近这十年呢 非金融类的企业 对外的直接投资 已经从27亿美元 飙升到600亿美元 到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中国的投资者 在海外设立的机构 已经有1800万家 在座的很多企业 其实都有 海外型的这种经历吧 基本上都有 在海外并购 或者民间俗称的 跨国婚姻当中 影响力 是不是可以 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我看来 中央企业 中央金融企业 出去收购 最主要的核心人物 是CEO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这么说 为什么 如果换了别人就不行吗 换了别人 可能就不是这个结果 效果不一样 第一中央任命他们俩来 就把责任交给他了 他能够接受这个任命 就是他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或风险 所以他做每一个决定 都必须再上考虑 他会请专家团队来帮他 他请他内部的机构 来研究各种分析 透了以后 他再亲自出动 但是你主要的要和对方去沟通 谁沟通 CEO 你换一个副CEO 沟通不了 说话不算数 所以必须要有激情的CEO 才能够拿到国外的资产 我为什么底气足 因为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任命的CEO 我代表的是中国国有企业 背靠的是我们伟大的国家 07年希腊前总理 卡拉曼内斯访问中国 点名要见我 说叫我开航线 那我就提出来 航线我可以开 你港口示意化 允许我参加 我给他总统讲 我说 我 Captain Weigh承认你的事 我一定会收到 我不管你金融危机怎么样 我不依靠你的内生集装箱 我会把中国或亚洲的货源 通过你的港口 送到中欧中欧 把中欧中欧的货开支线 拉到你的港口来 装到我的船 把他的经济带动 我举个例子 一号码头是港务局管的 二号码头中原管的 今年的三一份 港务局码头全罢工 中原的这个码头 是日和朝铁在干活 为什么 我说按中央要求 把我们的文化带进去了 你比如说 我的总经理在那 每一天中午能够免费提供一顿午餐 给这些工人 这工人从来没过 欧盟都没有过的 我们给了 我们的工资 高贵他原来当地的 但是有个条件 你不能罢工 你罢工我就发在这里 你要不罢工 天天有钱拿 给你孩子教育 老婆生活都很好 你要罢工 就像一号码头 没有钱 没有工资 你们就等下 卸着菜吧 所以工人非常好 非常配合我们 我去的时候 那警测开刀 红地产 总理机构 总统建 这就是这个待遇 所以说 中原收购这个码头 成了中西两国 合作最大的项目 我35年特许经营 要交42亿欧元 给他政府 我没有花一分钱 拿下了这个港口 用他的资源 我来经营 收他的钱 在我口袋 用我口袋 收他的钱 就还他的特许经营 42亿就收他的钱 还他 剩下的就是我的 谢谢 魏总可能说了一个 比较戏剧化的 就比较这个 能够听起来 有意思的故事 跌挡起伏 但是后面呢 肯定有很多的 戏的账目是算了的 如果是后面没有这个 这个投资回报 多少租金 多少船 多少货 有多大的经营量 多少利润 那肯定是 也是做不来的 可能为了 让大家这个兴趣 听得比较高吧 就没在讲那个细节 比较这个 比较这个烦这些事 我给你补充一点 你不说我没说细节吗 我给你补充了 中原的走出去的战略 布局 希腊是地中海东部 我第一种话东部要设一个枢流港 这是符合我的国际化战略 赶上他的国家衰退 没有船去靠 没有集装箱 所以他这个自然就想私有化 我清楚私有化 你对我私有行不行 他说可以 我一定下来 我就命令我的中级上海公司 立即把船四月份开过去 对行我给总理承诺 要求双挂 出去西拉港口挂 到欧洲 欧洲回来 在西拉港口挂 到亚洲 一条船挂两次 然后CKYH 日本的 韩国的 台湾的 都跟着我联盟一起挂 然后把效率提高 现在我的码头已经进了不下 这种自信来自于 我有能力 中原的影响力 把所有船和乡 带到希腊 让希腊总统 总理和人民看到 中国人对希腊的友好 中国人将诚信 我给补充一下 我说他俩的作用 因为作为一个企业主要领导 在走海外兼并 收购兼并时 第一是决定这件事 符不符合我公司发展战略 如果不符合我的战略 比如说我搞石油的 说房地产 那特便宜 再便宜 白给都不能去 所以第一要决定 说符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第二 他要研究我有没有这个能力 把它不但消化掉 还要把它增值 那么第三呢 他要在这个过程中 他要分析他所有的风险是什么 我觉得大企业做事 和咱们小的时候是不一样 小的时候更注重利润 大的时候注重风险 所以这个风险 它再好的东西 我不能够承受 一旦出现 我不能承受 这事不敢做 您不介意我们再提一下 当年在对话里提到过的 中海油和油尼科之争 在世界这个 收购兼并的历史上 没有出现过一个公司 在最后收购失败了 它的市值能涨100亿美元 我们世界市 升了110亿美元 那么为什么是这样 你看到好的东西 你可以去 要把它买过来 但是风险增大的时候 你要及时的退回来 所以当时呢 我记得跟我们国内的很多人 包括有些部门领导 说退下来以后 我们宣布撤了以后 股票会不会大跌 我说会跌 但是不会大跌 但是呢 出乎意料之外的 就是我们一宣布退 股票又往上涨了 又多增加了30亿美金 海外的这个购病啊 不是玫瑰园 是战场 在海外的并购方面 企业家的影响力 应该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 我有两点体会 第一点把握机 刚才那个副总的总结 已经实际讲得非常好 机会的大门 不是永远敞开的 我们有的时候 哎呀 你下一次吧 下一次就没你的戏了 别人早就站住了这个舞台了 我举个例子来跟你说 中国没有一个银行 在中东有经营性机构 我到中东 建了那个中东的一个国家的 那个总理 那天在会上 我就做了点准备 就跟他说 我说总理 你知不知道 知道不知道 你这里有22家外国的银行 全部都是那些烂的 很多都是那些烂的 不能再烂的银行 有什么银行已经破产了 有什么银行即将破产 为什么在你面前 世界上最大和最好的银行 你不让他进来呢 你20多年都没开门了 他听了以后 回答我说 我马上就批 结果 出乎你的意料吧 一个月以后批给我们 我想这就是把握机遇和 这个 这个 加强沟通 这个总理呢 在过去几年啊 走出一过程中 投资量也不小 我统计了一下 到现在已经有220亿美元了 包括收购利托的股权 包括几个世界级的铜矿铁矿项目的投资 我有一个例子 和大家共享 这个几年前我们在秘鲁 获得了一个重要的铜矿资源 是个世界级的 但是秘入本土反对矿业开发的浪潮 一浪高过一浪 这既有 这个社会组织的推动 也有老百姓对环境保护的要求 所以几乎很多国际化公司 在密度的项目 很难获得批准 我们根据当地的环境 我们认为我们应该 首先体现我们的 做优秀企业公民的设备责任 我们花了5000万美金 在当地修了一个 现代化的污水处理厂 这个厂去年已经建认投产 解决了当地的居民 70年没有用到 没有喝到纯净水 这么一个困服 那么同时 我们又花了两亿美金 在三下建立 我们那个矿在海拔4000 我们在三下建了一个 1000付 这个居民的新房 而且还有学校 医院教堂 把山上1000分散在矿区 1000多户居民 把他们迁到 三下这个新居来 我们开玩笑说 是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 正是因为这个项目 还没有批准 还没有开工之前 我们做了这些 我们觉得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社会议论 对我们开矿 宣传非常正面 当地老百姓听证繁平 获得了通过 所谓的CEO 走出去 这个多大影响力 我觉得可能个人 还有些影响力 所影响力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行业里面 大家要认识 这个行里面知道 有这么一个人 有几个环节呢 你是必须要自己出来 去谈的 那么你比方说 这个 一开始呢 做所谓的这个 due diligence 就是这个叫 这个审则性调查 什么包括算数啊 搞一些法律文件 这个不太需要你的 一大堆人抢着干这个货 那最需要你的第一个 那你要和 能和这个卖家 和这个卖家的决策者 真沟通 就这个卖家这个人 这个老板 那一个人 你能打电话 直接打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呢 必须做到 如果不熟悉 做到这一点 中间人传话 都有问题 所以如果没有你的 个人的影响力 做不到这一点 他不认识你吧 可能就没有 本来好像比较熟 那第一个 第二个呢 和竞争对手 这种谈论话 因为几次都是投标投的 像在澳大利亚买这个糖厂 做很便宜 几十亿人民币 不是很多大的企业 不是很大的这个投资的 但是呢 很多对手在竞争 那你比较和每个竞争 都能通通电话 你们怎么想的 你们什么战略 你买了以后 那我要跟你抢 抢了什么价钱 我们俩都不行了 你为什么要给我 你给我以后 我们俩要怎么合作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能做到 否则也不行 那么再一个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能够 和这个员工啊 一定要和这个员工 当这个媒体去见一次 一次两次 你不许是不行的 你必须和他们见到 比如说您要和员工 和媒体见面的时候 你对于自己的 比如说第一句话 会做一个什么样的精心准备吗 因为这是你给他们 这个事情呢 我跟你讲 一会儿让李舒福讲 李舒福呢 我这个故事 我给他重复过 我问他真的假的 他好喝点笑 他没说 李舒福去买这个沃尔沃的时候 整个董事会全是老外 说的人说 为什么这个企业 卖给中国人 福特是多少 你自己说 他说为什么你买这个企业 你会说了一句话 你会说我学了一句英文 I love you 我把你故事抢了 因为这故事太动人 为什么 你会说什么话 你会说一个什么样的话 让大家觉得 你原来和我们是一体的 你原来和我们是一伙的 刚才宁总说了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打动对方的 可能李舒福先生 这个要成为一个经典案例了 你当时就这么直白的 跟沃尔沃说 I love you 是精心准备的吗 精心策划的吗 没有什么精心准备 我想这个事情讲起来花很多 说是说了 说了 真是说了 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 在什么样的场合 跟沃尔沃的人说 这个也有点像开玩笑一样的 因为西方的人 对中国的企业去并股 确实他们有想法 尤其像沃尔沃这种世界知名的 他们都是 老牌的汽车名企 非常地自豪的 所以你说给一个中国企业 他们有一些 他不知道会怎么样 未来 所以这里当中 我们也跟他讲 中国党和政府的伟大的 一些改革开放的政策 什么 也都讲了 但是最后他还是觉得 你这个不行啊 就很多疑问 然后他说行了 你也别多说了 要买沃尔沃的人 太多了 全世界 天天来找我们 说不要多讲了 你就用三个字 给我讲清楚 凭什么我这个沃尔沃公司 要卖给你 吉利也不卖给其他人 他的意思就不想跟我讲了 你说实话 当你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脑子里有没有转过 其他的一些 那这样的话呢 那就当时我们很多人嘛 中间人啊 顾问公司 什么都在里边嘛 对 人家说你这个不可能嘛 三个字怎么讲得清啊 是不是 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不是挑战人家嘛 我一想我行三个字 我都跟我讲就是我爱你 这个是一种脑筋急转弯 他不是说什么一个想法 您这不是脑筋急转弯 您这是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关键的时刻 用I love you 这样的一个西方更容易接受的语言和理念 告诉他你的善意 你的合作的这种愿望 确实在这一刻可能你的影响力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说到影响力 我觉得梁总的身上也有体现 今年的四月 我们到德国去做了一次中德实业发展论坛 德国人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说 我知道你们的三一集团 他们收购了我们国家的大象 普兹麦斯克 我这个收购的一个成功呢 还是我认为呢 比较简单 但是呢 区别是在全球的收购所上是很小的 之所以能够收购成功呢 我简单一点讲 首先要感谢我们三栋人们 为什么要感谢三栋人们呢 我这里给大家特录一个秘密 这个我收购的那个大象普什麦斯的创始人 希拉喜特先生 今年八十岁了 他最近十年最热衷的两件事 是什么事呢 第一个是中国的孔孟之道 第二个呢 是分离发电 他认为这两件事 可以拯救世界 但我这个人呢 就是除了做机械以外 也喜欢一点孔孟之道 所以我们是今年的 元月十四号下午 我们第一次见面 见面三个半小时 我们主要的时间是谈孔孟之道 谈棘手不欲 无事于人 那孟子谈中国的发展 关于并告的事情 我只讲了三点 第一点 三栋如果并告成功的话 将永远保持普什麦斯的品牌不变 第二点 普什麦斯所在的斯洛加特 将成为三栋在海外的建筑机界的 营救的总部 海外总部 第三点 就是五年之内 三栋将保持普什麦斯的高广 基本不变 另外一个说 不因为并告而查阅 大家注意 这是不因为并告而查阅 承诺了这三点 三点我们谈了三个半小时之后 接下来就是晚宴 晚宴的时候 他举起酒拜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现在我宣布 普什麦斯特 四梁先生的了 我讲的这个田是真的 可以说是没有一句说假的 这个我的故意影响力 我这个我自己的故意影响力 是很怀疑的 但是这一次好像收回了一点信心 但是您带了孔梦之道去 所以我也感谢三等人 这个可能还是孔子帮了我的忙 谢谢 刚才大家在他们的这个并购历程当中 可能都看到了 企业家的影响力 是如何发挥它的作用的 企业家影响力的另外一个彰显 就是你的身旁可以团结一批的有识之士 让他们能够加入到国际化的团队当中 来帮助企业更好的走国际化的发展之路 在这个方面 我知道熊总跟副总一定有着很多的共同语言 因为你们俩曾经因为一个人才交流了不少 对不对 这是因为中理公司的这样的转型 人才资源特别是领军人物 是最宝贵的资源 我们要开办财务公司 我就瞄中了这个副总当时在中海游 他的财务公司总经理谢维志同志 而且他还是中国财务公司协会的费长 这位置已经很高了 那么办法呢 我们不能去挖啊 我们央企之间都互相了解 那么我就明挖吧 我就直接找到副总 说明我的来意 我也说你是我老兄 中理也很困难 你怎么要支援我这个人 人家这个人呢 副总本身他要提拔了 副总是不是你听了这个话 你都不好意思拒绝他了 说你看你是老大哥 你就支援一下我们一个人才 你也人才积极 首先其实他已经找那本人他好了 你这个都知道了 他才来找我 副总怎么想这件事 你当时会舍得放这样的人才出去吗 我们这个谢维志 他当时我们财务公司总经理 确实非常优秀 一个财务公司 这个当时四十多个人 一年盈利都在四五个亿的 这个样子 那么当他提出来以后 我第一句话问他 我说他本人什么态度 他就露出来了 他说我得跟他 他本人表示愿意 那么我觉得呢 一个企业要开放 要包容 他要形成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 所以我们那块人才比较多 这路人才比较多 第一 他真需要 我们应该支持 第二呢 虽然他走了 我们觉得很可惜 但是我们还有一批人才在那压着 其实呢 这一个企业要流动 我们在央企之间流动 我们应该整个社会应该建立起一种这种开放的人才市场 所以 副总对我非常支持 但是同样的情景 还出现在咱们神华一把手的办公室 出现在我们华店一把手的办公室 出现我们在国店一把手的办公室 这不完全统计您都挖了我们四家 我是用同样的方式 像我们这些老大哥 老大哥一把手 今天公民众也在这 这个西部众也在这 宝平书记也在这 是吧 我也是看中了他们的煤炭能才 电力能才 所以呢 就在过去一年多吧 他们对我都非常支持 都把我要的人 都送到我们众里来了 所以我认为啊 这是什么文化 是央企一家亲相互支持的文化 我也表态 你们今后如果要搞旅的话 我也愿意贡献我最优秀的 你们看上谁 我送谁 其实当我们在关注企业家影响力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了影响力在帮助企业 走向国际的过程当中 它所起到的各种各样的作用 究竟对于我们中国企业家来说 靠什么样的路径 可以真正的更快 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 这应该是我们 每一位在场的来宾 常常都在思考的问题 这刻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 几位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我们请在座的各位来提供一下 你们的建设性的思考 王文彪先生 我觉得还是要通过企业的一些行为和发展 来提升这个企业的这种 企业家的影响力 好 一把手优秀 绝对能够把企业做好 把企业做得做强 谢谢 我不知道台上的七位嘉宾 你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 我想企业家的价值 在于企业价值的提升 我觉得从企业家自身影响力的提升来说 我认为还是要在三气上下功夫 哪三气 第一气 第一气是大气 这个体现了企业家的胸怀和品德 它表现在什么呢 表现出对国家 对社会 对环境的责任 对股东 对客户 对我们合作者 对利益关联方的一种陈性 同时对员工的一种关爱 这是大气 第二是霸气 霸气是体现了一个企业家 管理企业的风格 那就是要有魄力 敢担当 企业一定要从严自起 一定要严肃近 第三是瑞气 瑞气它体现了一个企业家的 一个个人的性格 这就是什么呢 要有激情 在状态 敢于变革 勇于创新 所以我还是想 从个人来说 从这三气方面 不断地来锻炼和提高自己 做吉利来讲的话 我肯定要把企业办好 那你还是选择企业 没有就是李叔福 李叔福从哪来 他我觉得是因为这个企业的发展 是吧 质量啊 技术啊 管理啊 员工素养提高啊 竞争力提升啊 行业地位啊 是吧 把用户当上帝啊 是吧 把用户服务好啊 你知道我肯定要把自己工作做好 那才有我嘛 嗯 那否则哪有我呢 但是你不同的企业 我觉得情况都不一样 不能一个人论 对 所以我们听一听你们各自的想法 刚才有一位举手的 在十年前的时候 把我们实际省委中期孟建柱 在给我们座谈的时候 就说规矩话 优秀企业家 是和平年代的民族英雄 因为我们从小就喜欢学英雄 当然也想当英雄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企业家 带领这个企业成功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企业 那也有它的影响力起来了 实际上还是靠企业家 把它带动起来 张日敏先生 一开始起决定做一个是个人 就是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带领这个企业做好了之后 这个企业彰显了它的影响力 广大的消费者 或者说普通的人 看到的是这个企业的影响力 这个企业影响力 还有企业要再发展 反过来 有影响到企业家再去创新 所以我认为是一个互为英国人的关系 我认为 实事造英雄 现在是英雄需要用武之地 只要通过用武之地 才能证明你是英雄 比如说张日敏 比如说 王剑林 比如说梁文哥和李叔父 都是被实现证明他是英雄 所以我们应该创造更多的机会 往更多的人成才 说到这儿我想说 个人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苹果 乔布斯创立的公司 董事会认为他不听话 把他赶下去 对 你看苹果到最后濒临破产 再次请回乔布斯 苹果现在成是世界最优秀的企业 现金比美国政府还多 企业家作用非常明显体验出来 我的观点跟他们完全是相反的 您的观点是 企业的成就 就是说一个企业家 他最大的力量在于哪里呢 一个活格的企业家 他首先是要能够帮助他的团队 能够快速进步的一个企业家 刚才讲的 王敬林先生讲的 乔布斯这趋势是一个典型 但是这个典型呢 很难扶持 我还要告诉大家 如果一个企业家 领袭气质 太浓的话 那当然能够带来认同 带来追随 带来顶礼模拌 但是这个企业比较危险了 乔布斯 不管乔布斯也好 不管这个企业的影响力也好 是他的成就 造成了他很大的影响力 乔布斯嘴死是他 是一个流行 世界上第一类的明星 如果他没有他的那个产品 他绝对不可能有苹果 所以成就是第一位的 供应美丽 我认为是 不要太多 是一把双眼剑 谢谢 我同意刚才张润敏 总经理说的这个 我相信大部分的做好的企业家 真正说有影响力的企业家 一开始并没有享有多大影响力 本人 自己没有人有意地去吃到一个个人形象 去来做企业 都是真正的从职业出发去做好的企业 真正把企业一步步做好了 这时候呢 有时候你对企业影响力 你想退退不出来 你想捡捡 然后你像这个神医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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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这个比尔盖茨 对 在他是撕掉了几次的这个职务 后来变成了一个叫首席产品馆 Chief or Product Officer 什么东西 他不想做这个董事长了 就想做产品 也不行 啊 那么实际上这个 大家知道 刚才说到这个这个 这个苹果这个乔布斯 那么也是 我相信他们没有 他们一点都不会留恋 这个企业本身的这个影响力 和这个权力 实际上想退退不出来了 因为本身的这种 他自身的研发的产品力 和特别他那种指导思想 对企业的影响力 已经没办法再脱开这个企业了 光环都是别人给你加上去的 我相信大部分企业家 没意识到会有什么多大的影响力 他不断不断不断 特别像央视 媒体 搞搞搞搞 搞的影响力来了 那么实际上 我觉得应该是提倡 真正的是为企业的 职业的精神 去做好企业 让这个所谓的影响力 自然形成吧 让央视去平成 很多人觉得说 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然后影响力可能是 自然而然随之形成的 如果我们拿企业的影响力 作为一根中轴的话 企业家的影响力 我觉得是围绕着跟中轴 或上或下 上下波动 有时候 企业家的影响力 是高于企业的影响力的 有这样的情况 明星 企业家 有的时候是低于企业影响力的 因为呢 也有些企业家 他愿意在企业的巨影的背后 我记不得了 好像看过 吉利 那个公司的 他的一个创始人 跟他的这个接班人说的 永远不要让你的名字 这个大于 高于你的企业的名字 大概这个意思吧 我这个 记不得了 曾经好像有这么一个 看过这么一段话 那么我想呢 就是不管它是高于 或者低于 最重要的一个企业家的 一个贡献 就是在于 使企业的这个影响力 是更缺陷永远向上 其实当我们和企业 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的个人影响力 有的时候 真的是和企业的影响力 是密不可分的 可是我们做一个假设 总有一天 你会离开这家企业 而这家企业 如果足够优秀的话 它会一直基业长青下去 若干年后 当人们只记住了 企业的名称 而渐渐的忘却了你的时候 或者我们用一个 也许我们自己 造的词 叫所谓的权力性的影响力 在渐渐削弱的那一刻 你的内心是什么样的感觉 那基本上这个 我相信呢 如果你在这个企业 做的好事情多 企业发展的好 员工感觉好 企业本身 以后的这个潜力比较大 你会比较正面的 被记住 那么如果你做的事情 相反 那可能你就会被遗忘 也不一定 被很多人骂你 因为大家都忘记了 很快的 中国的事情发生得非常快 三年以后 大家就忘掉了 一个企业发展有阶段 一个企业和另一个企业都不同 要决定当时自己那个企业和他的发展阶段 来决定你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呃 这个作用发挥大小 所以你这个企业 比如说我们就像呃 这样子谈 我们管理班子很强 你最重要的领导是方向的领导 还有谁说是思想的领导 你刚才说 说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企业 如果你给这企业了一种思想 这个思想还在影响着 比你在企业里头给你数多少形象都重要 谢谢几位企业家在我们现场的坦露心计 呃 听到他们的这番话 看到他们的风采 其实我在想 这实际上也是他们企业家影响力的某一种程度上的彰显 呃 这些企业家都是伴随着中国生机勃勃的改革开放进程成长起来的 他们的努力也正在形成我们中国企业家这个群体特有的经济神 我们希望伴随着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 在世界经济舞台上 当他们演绎出更多精彩的时候 他们的影响力同样也被大家深深的记住 这是我们的希望 好 今天的论坛就进行到这里 谢谢我们现场的每一位来宾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